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勾薄芡 倒火收汁 加少许的盐 鸡精 调味 出锅即可 最后呢 李医生再教大家两个保存冬笋的小妙招 第一呢 选这个完整无酸的冬笋呢 放入塑料袋中 扎紧带口 可存放一个月不变味 第二呢 整箱保存 在这个木箱的底层呢 铺两到三寸的丝黄沙 把这个端笋尖端呢 朝上摆好 然后再用这个丝黄沙摆好 并将沙子呢 拍死 放在阴凉通风处 可存放一到两个月 作为一种要食两用的蔬菜呢 冬笋太厉害了 酱三高 养肝 健脾 通便 样样都行 配上肉 营养又美味 现在呀 正是吃冬笋的好季节 赶紧发给家里做饭的人 从明天就吃起来吧 好了 朋友们 看完了呢 记得帮李医生 在视频下方 点赞 订阅 点亮旁边的小铃铛 同时呢 把它分享给亲朋好友 让更多的人受益